Hello 大家好 我是Karen 歡迎大家來到我3.3 郵輪小貼士的頻道 我希望透過每個星期三的3分鐘視頻 和大家分享更多坐郵輪的小貼士 今天我會為大家介紹一下 在船上我們會經常用得到的 船上消費優惠券的運作模式 Onboard credit 即是船上消費優惠券 是一種在郵輪上可以當現金離洗的證券 很受旅客歡迎 可想而知這種優惠券是非常實用的 或者你們會有個疑問 一般郵輪上的活動和餐飲都已經包括在船費裏 那這些船上消費優惠券又可以用在哪裏呢 為了滿足部份對於生活更有要求的旅客 所以郵輪公司除了提供基礎餐飲娛服務外 亦都加設了特色餐飲、美容按摩和一些特別娛樂設施 被旅客去自費選用 另外網絡服務、岸上觀光旅遊、賭場消遣、商品購物等 都是一些在郵輪上經常見到的消費項目 這些消費項目都可以利用船上消費優惠券去扣除 至於這些船上消費優惠券 旅客是可以透過參加郵輪公司或代理旅行社舉辦的限期活動而得到的 消費優惠券上的價值 就會視乎旅客所訂購的房總或行程長短而決定 價值由幾十元至幾百元一個房間不等 很多郵輪公司為了吸引旅客成為他們的長期客戶 所以都會鼓勵旅客在行程完結前預訂下一個旅程 旅客只需要給一個很少的訂金 就可以保留房間的位置 到達在下一個行班上 就可以見到額外的船上消費優惠券 有些更進取的郵輪公司 就像Norwegian Cruise Line那樣 為了要爭取更多客戶 甚至乎讓旅客將船上消費優惠券 扣除在同一個行班上 即時就可以享受到的優惠 郵輪公司都會做一些不定期的推廣活動 透過贈送船上消費優惠券 來回饋他們的忠實會員 至於會員 就可以為郵輪公司推薦更多新會員 去換取更多船上消費優惠券 在船上享用 郵輪公司對於軍人 退伍軍人 消防員 警察 這些行業的朋友都特別尊敬和關照 所以只要這些朋友 能在訂購郵輪時 提供相關的工作證明文件 他們就可以得到更多的 船上消費優惠券 最後 如果能成為郵輪公司股票的持有人 同樣可以得到一個不錯的回饋 這樣一來一活 所得的船上消費優惠券 可能已經夠買半張船票了 不過大家一定要記住 優惠券只是提供在船上使用 所以一定要將它們用完 因為郵輪公司絕對不會 將一些未用完的優惠券 撤換到現今 退伍給客人 今天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視頻 記得訂閱、分享和給個like 大家也可以在討論區留言 我會為大家解答和探討更多郵輪的資訊 祝你們有個愉快的一周 還有一周 還有一周 再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